哇!很高興 香港四大名廚有三個 一哥榮哥我 真是很高興 多謝你今天中午這頓 人生中的極品 今日華記請吃飯 深夜食堂去片 大家研究 我們做這行 千萬不要介意 大家研究 各有專場 希望更上一層 精液求精 是啊 如果你墨守成規 你就不要這樣 我幫你切完 每人一件 這裡適合十件 是啊 好 院羅 院羅精 華記 阿華哥 此甲留香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吃鮑魚 是 妖良三天就知道 此甲去香 你不要跟華記說 其實他吃關好東西 他吃的 華哥 我跟他吃什麼都說 這些什麼 老實說 波哥 金絲魚我真的 不知道多少年沒吃過 如果皇冠金絲魚 真的現在不是那麼容易吃到 今天很開心 你 成功人善 一哥的珍傳 波哥鮑魚 哇 明珍傳中國 哇 好棒 吃南非鮑魚 導演吃到很漂亮 哈哈 多吃到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這裏 還成的 還成的 中山四季 波哥那時候最出名 對呀 那時候很出名 龍哥這次的飯局 就是因為那天我來吃 波哥說 喂你懂得帶龍嗎 他三十年前 駕駛我的的士數 還沒給你 我真的幫我師傅 那時候給我師傅 那時候 我也算死得 百多元 百多元 三十年前 我忘記了 比辣也尺埋了 三十年前 哈哈 喂 很開心 今天你 成功人善 一哥的珍傳 波哥鮑魚 哇 明珍傳傳 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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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多十多間 好 喂 這個是小魚 這些是 黃冠鮑魚 現在很難找到 黃冠鮑魚 是嗎 它是一個牌子 它是青年那一隻 它那些魚叫金書魚 你想想金書魚 就是比較漂亮的魚身 是絕刀的 是嗎 絕刀的 因為日本沒有青包 以前都是黃包 黑邊 日本沒有青邊包 這隻都是黃油 不能吃 不要這樣吃 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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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刀是什麼意思 就是煉鹽 煉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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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 罐頭煲湯 就開那些就不算 黃冠鮑魚 此甲流香 你知道什麼意思 你吃鮑魚嗎 是 妖良三天就知道 此甲流香不知道 你不要跟黃冠鮑魚 其實他吃怪老的東西 我不是 大哥 我跟他吃出什麼 他都說 這些是什麼 深藏不露 你交給我處理 現在真的有什麼 是金絲魚 很少 很少 香港你走去那些 是嗎 現在好像是金絲魚 十四頭 十二萬多磅 一斤 正式黃冠金絲魚 是很難的 很厲害 這幾天鮑魚都 所費不菲 波哥 是 老實說 波哥 金絲魚 我真的 不知道多少年沒吃過 如果黃冠金絲魚 現在真的不容易吃到 我一會嘗嘗 說兩句 龍哥 嘩 很開心 我們現在來到 摩哥 這個食 全中國 動一無二 奉吞刺 天學神針 榮哥 過來 香港 大廚神之首 五十年嬰兒 來中山這裡 佩佩榮 榮哥 聖神大龍 火哥 好厲害 厲害 厲害 還有 飲食界巨子 謝老闆 喂 謝紅 你過來拍照照 今天厲害 這張照片值錢 這張照片 嘩 流了口水 嘩 厲害 特別口製 那個叫白鴿包刺 嘩 導演 有什麼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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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呢 嘩 嘩 好 你看看波記 多少 青紅 英紅上來的機場 你坐一會 你坐一會 坐一會 先坐一會 好 好 開示範 這張照片 你教我 就是 開背包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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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有沒有加料 加料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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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刺 嘩 嘩 沒有挖 嘩 失傳了奉吞刺 我們小孩的時候 先學神針 好 多謝波哥今天這麼好 為我們熱切 我們三十年不見 哈哈 三十年不見 上次登的士 一筆勾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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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ем 阿 是 神秘 楽 好 神秘 irez 浩格 Wuby,我們現在身處什麼環境呢? 身處就是海鴨紛城做業主薄金蛋的時間 大家看到這個色彩紛紛的金蛋 很多業主買完就可以來薄金蛋了 還有我們先看看這個現場環境 先移動一下,多麼震撼 因為很多客人來買了海鴨紛紛城 很多看樓團都會來參觀目標 10棟已經加開了,但買了很多 每個業主上來,他們一定一定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為甚麼便宜 40多萬就可以買到一房一個廳 還有一個大大的露台 事不宜結,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一日團可以馬上出發 等你做海鴨紛紛城的業主 到時見啦,拜拜 大家好,接下來這個7月30號星期日 我們有個中山海鴨紛紛城的一日團 大家想跟嘉燕姐做鄰居的 就快點報名啦 好,今天由香港開車 開了兩個小時 剛剛就來到中山海鴨紛紛城 你猜今天我跟誰看樓呢? 哇,好滿足啊 剛剛在中山吃完這個吉品鮑魚和鮮學神針 吃了四隻鮑魚,好飽啊 我現在就去運動一下 去看看樓先 好,我們先拍影片 今天我們來走中山海鴨紛紛城 有香港回歸四大廚神 其中兩個在這裏 先說一下1997年 我們香港回歸 我和榮哥是四大名廚 這個是政府和旅遊發展局 旅遊發展局公認的 還有一個猛人 世界如柱 楊冠一鮑魚大王 還有一位兄弟 十年前上天堂退休 叫做陳東 他做潮州賽很厲害 真的,做潮州賽很厲害 那你是國寶來的 不是國寶 就不是國寶 我們是廚師 希望老前輩的東西 我們成台比下一代 是的 榮哥大約四歲 在香港生存 榮哥,你要說說 由1974年 日本新宿的京王酒店 你在那裏 是唯一一個香港人 在那裏做一個廣東賽的 當時呢 就是因為我們 有幾個廚師去日本新宿 京王新開幕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是 廣東魚賽 在日本來說 那時候是沒有廣東魚賽的 一般都是泥山菜的 四川、烏南、京菜等 那些都做代表的 那時候你21歲 我21歲而已 接著回來搞了個名人飯堂 叫香港翠康村 很花幣 翠康村龍哥 是啊 當年呢 1994年尾 在美麗華的老闆 楊子維先生 也是我的舊老闆 船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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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們回來 回香港搞一下 幫我 搞起我的星王 我老友都說 我做什麼都行 做金種酒店 什麼都行 做飲食就不行 所以我們就好 就這樣關門 即是跟他起乞 打向林口 翠康村 那些名字是他改的 那當年的七香村 都不夠五十個位 那 就因為我們 在日本做了幾年 也受到日本那些 食物的改變 擺設 也有很多東西 我們試試 在日本三陣 是洗禮了很多 就不同 用完新的東西 在日本套上 中間 移動過 我們以前ove的那些 梵混,牛肉、菜圓 牛肉 those 皆さん是賣掉了 薪食 好像炒牛肉 油炸 Gefuan 牛肉 灼柴麻糬 蒸豆腐 士汁 蒸孟草 就是那幾块 即理解想法明的 不說我我覺得 只是我們先ślに算 將便宜的東西 就是在那一段地方 你知道,當年進去窗村城都非虎則貴 那些名人、明星,每個人都喝下午茶都在那裡拿 另一張牆桌都在那裡 他拍戲都指定要找你炒飯 尤其是當年李青影后很喜歡在那裡吃東西 所以有時候拍片,去到那些金班 走來拿炒飯去,回去拍片吃 這個事實 真是明日回港 因為我們所買的東西不一定是貴的 是包新鮮島,是便宜的 很簡單,不如去酒樓去買 是我的廚藝製品 香港是賣瓜藝製品 不是胡蘇仔 不是凱天堂 他們有 即是說酒樓,不是吃吃吃 當然,我便想 很多老闆都去廟街 叫工人去買瓜藝製品來吃 很不方便 我想,不如我廚藝製品做些甜品 做些瓜藝製品 一定有人吃 你喜歡吃就吃 你不吃都沒所謂 我又不是自在賺錢 所以我自己私人用兩千元 去同樣買一條光彎 什麼龜板,什麼什麼 全部廚藝製品 廚藝製品 廚藝製品 日本有美國 其實我去很多地方 澳洲,西加坡 即是世界廚神 就是香港必然香港 為香港人爭光 去美國那裡 就是1997年 然後 說真的 第一代 英子維死了 第二代 他的兒子 林炳前 都死了 所以我就覺得 老缺老細 舊的都死了 然後就離開 李笑機 當時都留在 四叔 李笑機 跟我們很熟 當時都留在 我都 給我出去玩玩 說 你回到我家 我更加不要搞 你經常都說 在你家 我們不可以 我們要到處走 你喜歡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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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離開了 美尼華的時候 剛好 又關回日本 又關回日本 又關回那間 KRG 就 Alice 在那裏 在那裏 全日本都裏 他呢 在日本多年 坐第二把交流魚 有日本菜 有西餐 有唐餐 他說 找我去 就說 幫他 拿回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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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到 他就 搞了兩年 搞了兩年 後來 他就來香港 那裏 他就來香港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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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茶餐廳 可以去茶餐廳 都不用做 那個年代 他就做了兩年 他就去港版 回來 回來香港 演唱完 都不夠實 第二天 那裏 那美國MGM 打電話來 請我 老場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那裏 那裏 說 喂 你請我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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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GM 你來過沒有 我來過 我來過 那裏 為什麽遲窗 你不去 那裏 我請我買 那裏 第一樓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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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你不要太多 要催俗 那我ft pixel 另外 這樣了 聊天了 會 Studios 德華 那裏 潘荏 起初 阿 因為我家人都在三校圈,我反正都在三校圈 為什麼一班圈都沒有話題? 馬上說二、五、三、四 我就試試做一年看是怎樣 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 MGM美國賭場拉斯維加斯行政總廚 我這麼大個兒子都沒有在美國 不是吧? 因為我在那裏就開了一家叫Mansel MGM裏面的Mansel是很成功的 尊重整個拉斯維加斯的最大的客人 當年開幕的時候 你進去Mansel 300萬美金 你才有支付 哦,要買一個Safe有個帳戶 對,300萬美金才可以 那你不是見到很多大熊客 你賭錢的那些是否見到很多? 我吃個半衣服 大陸就吃個半衣服 贏多輸多 當然輸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多個招藥 阿龍多,你為什麼今天上來中山? 你帶我上來 不是啊,你上來看環境啊,大哥 我們是否做過Dixon華記 好 我們一起 現在有香港兩大名廚在這裏 說好,這裡有很多壓力 是啊,沒事的 我們出名好了,找人搞好 這裡有很多人財 我一向都是出名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們記下水不能夠力 你也很出名 我知道你很出名 我沒有錢投資 不用啊,有很多人投資在努哥身上 希望啊,希望盡我們 我們那些老一輩幾代 給我們 我們希望完全能力又留給下一代 希望他們滿意 很多啊,又吃層炒飯 又敢燃燒雲飯 有很多東西 這些是 是啊,即是 說真的 你說,我們都要有很多東西 你說今次還有機會出來玩 我們都是有很多精神 都希望 成全 將中國飲食的文化 美食 繼續傳下去 是 當然你說現在 世界性 這麼多物質 這麼多人 傳下去 怎麼去做 怎麼去改 是對的 但是 不要將我們本身 中國 廣東的乙菜 滅殺了它 全都亡了 即是這個是tradition和fusion 即是我們傳統的東西 你們有很多fusion的東西 有啊,有fusion和fusion 傳統還傳統 總而知一件事就是 萬物不避充 你不可以將你的鮑魚 在蠔有美的蠔有美 當年八角 那間企禮都夜總會最出名的 那個老闆來 吃 我想吃 炸的 我不行 炸鮑魚 我不行 我說我們的傳統是這麼做的 我說我給錢 我說你給錢 你還給錢 你又把我的飲食文化改變 即是委屈了那件物質 摧毀了材料 炸鮑魚就不做 炸皮蛋 炸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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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這樣煮的時候 你強行將糖醋 或者將什麼芥末 煮去 是不一樣的 你說日本 生吃的鮑魚 它有另一種文化 你明白嗎 家裡沒有問題 但是當你乾包煮的時候 你不可以用芥末去煮 當年我都說 製鮑魚 日本人最厲害 煮鮑魚 日本人最厲害 日本人最厲害 煮鮑魚 我都跟他們說過 你做鮑魚最厲害 你做鮑魚最厲害 龍哥怎樣做鮑魚 我都不是很了解 他有另一個文化 他的秘製 為何有吉品 為何有馬馬 為何有皇冠 剛才說皇冠 皇冠不會入樓 皇冠不會入樓 正式做鮑魚是兩個家族 一個叫吉品 一個叫窩馬 吉品的家族 是東京灣一帶 鮑魚是要厚一點 長長一點 肉質是硬硬硬硬的 那種鮑魚叫吉品 所以窩馬 就是在東京最北邊 和北海道的交界地下的水 那裏生產的叫窩馬 窩馬 現在沒有了 找不到窩馬 那裏那個家族叫窩馬 他在那裏拿鮑魚回來做的 所以他做窩馬 所以吉品窩馬 只有那種 最美的日本 這兩種 就是古城 剛才我們吃過吉品包 龍哥 多謝你帶見我吃吉品包 是的 那些是南非蔥的 不是真正的吉品 一個水蜜的問題 現在是第一 第二 種的都不同了 以前呢 鮑魚是要慢慢吹的 好似吉品 那裏那個洞呢 因為他們在那裏 捉鮑魚的時候 是找一個叉 所以鮑魚有一個洞 曬到那裏那個洞 吉品呢 其實不是吉品 那條街頭的吉品 只不過是放在那裏 那裏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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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到那裏 那裏有一個洞 那裏 那裏那裏 那裏那裏 那裏有一個洞 就是吉品 有一個洞 就是腰窩 其實不是的 主力 他本身 製包的時候 那裏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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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不知的 龍哥 很多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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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聽過老爺說 我都是聽過老爺說 我都考 沒有什麼科學證據 告訴你 不過現在 那裏那裏 那裏那裏真的沒有 刺的 還有 最好吃的是 鮑魚多少口 這裏就是人 每一個人的建築 最好的包和吉品 就是十口至十二口 十口至十二口 龍哥是嗎 十口至十二口 最好吃的 剛才我們吃了幾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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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保育的 那裏 那裏 我們今天 就是在中山科 販itos 有機會 工作餘 我們將香港的美食 你帶頭 全世界 在你一壁之力 我又怕住上 我懂得說不懂做 你帶頭去說就行了 做的交給我們去做 你帶頭去做 顧問 我們都是交給底下的 真正正正的 做一間出色的熱場 舊式不是這樣 因為以前那種 做法 很簡單 玩龍鮮 很爽的 不對 要蒸一小時三個小時 蒸到淋 淋是好吃的 不是吃的 爽的 那些就是這樣 那些叫彈牙鮮 盆龍鮮是蒸一小時三個字 今天學了很多 有食神 那我們看看 我們是傳統的做法 我們跟的師傅都是古俗 是吧 我們是跟傳統的做法 這些食物 這個就是 蚊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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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問很久 你到底有什麼鮮王呢 真正的鮮王 我覺得很多年你吃的鮮 以前是長江的 液水上的 現在是郭灣養的 很久有那個 大閘蟹的湖 那裡有很多 東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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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期呢 就是那個 澳洲很多出 很多野生家 很多野生家 那些肉就是 跟這個 跟這個 出的那些不同 有世界觀 整個世界的食材 又是拉斯維加斯做二十幾年 翠鏗村現在還有沒有 香港 我還在 有 現在是李舍兵 翠鏗村 原來是你發出來的 當年的 他給你 厲害厲害 有幾十年前 你們兩個 香港各補級人物 香港旅遊發展局要珍惜一下 他們可能要讓你出生 現在香港沒什麼事 現在香港死了 要這些前輩出來 以前我跟香港旅遊協會 循環世界做展示 你發覺 推動 公開香港 公開香港美食 去澳洲 法國 新加坡 東南亞 日本 不行 要了 李家超的荷蘭水果 你們幫香港 推動美食 美食天堂 你們打回來 真的 香港美食天堂 這些是打回來的 美食天堂 我們很快都有 所以你說 說到 這個 這個 楊一先生 其實他都是 在香港的飲食文化裡 香港 向世界都說 他都很難受 他真的出了很多力 今天我們就補充一下 我們香港的飲食文化 多謝兩位大佬 多謝兩位前輩 今天就是這樣 多謝 拜拜 住在海鴨繽紛城的朋友 留意 距離這裏300米 有一間頂級的酒樓 這間聚福寶 簡直是飲食界的天花板 好榮幸認識這間酒樓的老闆 這兩位還會叫我華探長 原來是粉絲 今天來到中散海鴨 紛紛城隔壁的 像絲苗一樣 叫做魚豬 然後這個我不敢吃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沙蠢 然後這個是白內醬蝦 不是白醬蝦 不是白內醬蝦 是白醬 白味蝦 然後這個拌起 錢哥這個好吃了 現在這個呢 從來未吃過這隻這麼正的 這隻是什麼來的 這隻呢 是那隻叫做荔枝炸雲吞 哇 這個荔枝炸雲吞 很好吃 這個荔枝炸雲吞 接著這隻有白切雞 這隻白切雞 這隻醬好正 好正 接著那裏有個五人月餅 是 然後你看 這裏有個盆鱔 盆龍鱔 這裏 哇 是 告訴你 現在我試試這個 這個要翻除 這個要翻除 這裏有什麼好看 荔枝 好甜 荔枝 炸荔枝 第一次吃 好甜 好甜 荔枝 炸荔枝 好甜 荔枝 炸荔枝 第一次吃 好甜 一會兒 炸荔枝 第一次吃 今天跟龍鱼來中山吃 好甜 中山好甜 龍鱼有啡事 接著去哪裏找到吃 今天來到中山海鴨紛紛城 原來這裏有個小吉充電站 嘩 厲害 這樣便方便到鎮 現在在這裏充電 來到這個小吉充電站 它會有一個自動販賣機 有些水和零食給你 這裏有個休息室 你充電的時候 就過來這裏 就坐下 不用在車上 這個位置 其實就在我們中山海鴨紛城 藍頭 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中山海鴨紛城 樓下就有個小吉充電站 嘩 好方便 今天跟著介紹這個插頭 我們這個Tesla這個插頭 是很重要的 這個轉換插頭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就是充電 這個轉換插頭 就是國際標準的Tesla 我現在剛剛沖完 就把這個插頭 插頭 這裏我們計算 剛才的充電 充電 充電了100公里 大概給了一個半人錢 嘩 真是很便宜 這裏就救命了 香港炒到六千元 都沒有貨 在日本都沒有貨 在淘寶都沒有貨 我好艱難才在這裏 找人買到這裏 嘩 現在有這裏 就通行無阻了 環遊全國廣東省 Let's go 在中山即日來回 回來香港的時候 就經過珠海關口 嘩 這裏有一個Range Rover 著火 我見到這裏是澳門牌 澳車北上 應該是那條油喉老化 大家開車之前檢查一下 小心點 好 大家好 澳門的朋友 2023年的7月29號 和7月30號 我們就會在澳門的 旅遊觀光塔的二樓前廳 就會有一個 大阪投資賭場新機遇 就會有一個高端民宿 世紀陽光大廈 介紹給澳門的朋友 我們就在這裏尋找 整個亞洲可以磚頭置賭的 十幾年前的澳門 十幾年前的香港 在澳門的賭場 開放了之後 大家見到澳門的樓價升了幾多 人均的平均收入又升了幾多 所以這次我們要把握 在亞洲或者全世界來講 我們要尋找一個低水 投資具價值的 我們就可以磚頭置賭 達至被動收入 財務自由 接下來的七月二十九號和三十號 我們會在澳門旅遊觀光塔 二樓前廳 就會十二點、兩點和四點鐘 每一天有三場的講座 由我來主持的 在澳門的朋友 大家歡迎報名 費用全面 過來喝杯咖啡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我現在身處於東京 我準備趕飛機去香港 因為今天有幾個會開 所以我們時間比較匆忙 現在趁著開車這段時間 就跟大家一齊 給大家一個訊息 我們會去澳門 開日本大阪的投資民宿講座 歡迎大家WhatsApp 報名 加85297216618 重複多次 加85297216618 我們在澳門見 多謝 快點報名 拜拜 Hello 大家好 Yani 剛剛過去星期二日 海鴨奔分城的看樓團 成家非常暢旺 是的 我們的客人差不多七成以上 都已經購買了海鴨奔分城 而且反應非常熱 我們那批單位買了之後 之後客人再問我們拿的單位 其實已經賣完了 Wuby 有見及此 我們接下來都會辦多團 是嗎 是的 在二月二十五、二十六號 我們其實昨晚出街的就是這個post 今天已經收客差不多爆了 名額尚餘小亮 有興趣的朋友 馬上WhatsApp我和Yani 我們要你的身分證 回鄉證 電話號碼 因為我們要跟你做健康申報 是 還有出生日期 還有如果大家等不及 因為實在太反應熱 有些客人說不需要去 因為泰族 海鴨奔分城 好像Wuby 都做了很多客人 在國內即場買的 可以今個星期二十九號 可以過來做現場觀眾 沒錯 客人那些 早買早享受 遲買就可能沒什麼選擇 所以有些客人真的偷步 因為真的經常看我們視頻 所以他們已經馬上下訂 先選擇單位 日後上去收樓才慢慢看 沒錯 有興趣記得WhatsApp 為了做現場觀眾 今個星期日 最怕就兩點半開始 就是我們的華基正能量網行基地 地址是廣東道332號地下 到時見 拜拜 大家好 Wuby我們現在身處什麼環境呢 身處就是這個海鴨奔分城 做業主拼金蛋的時間 對 大家看到這個色彩奔分的金蛋 很多業主買完之後就可以來拼金蛋 還有我們先看看這個現場環境 先 zoom一下 多麼神陷 因為很多客人來買了海鴨奔分城 沒錯 很多客人都會來參觀 沒錯 十棟已經加開了 但都買了很多 每個業主上來 他們一定一定是非常喜歡 因為為什麼便宜 四十多萬就可以買到一房 一個廳 還有一個大大的露台 事不宜遲 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一日團可以馬上出發 等待你再回回業主 到時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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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